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些基本的分类和回归的算法讲完了,对吧 那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这个回归算法,以及这样的一个逻辑回归算法 那在这里呢,我们再给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是什么呢,这个京东的金融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数据 这个数据是什么呢,它这里面主要是有一些,比如说贷款额度预测啊,等等等等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数据有哪些啊 这个网站 好,在这里啊,点一下 那这里面我们看一下,它这里有什么商业组算法组,对吧,我们不管 那这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对吧,信贷的需求预测 什么店铺烧链预测,什么登录行为识别 还有一个猪脸识别,对吧,那这也是图像,对吧 这个猪脸呢,是图像识别啊 到后面我们会讲这个图像识别,怎么识别东西,对吧 那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叫什么啊 信贷需求预测,我们点击去看一下 其他数据我们先不管啊 那这里面的这个数据呢 看一下,这个数据它有这样的一个介绍 比如说这里面这个,它是什么,预测一个具体的贷款额度 那么这个额度作为一个,它应该是什么类型啊 就是一个连续型的值吧,那连续型的值 那这里面它给了多少表呢,比如说用户的信息表 订单的信息表,点击的信息表,借款的信息表 月借款总额的信息表,以及每一个表里面的字段都给你介绍了 那你要去干什么呢,通过看到这里,它有这样的一个评分标准 其实就跟我们那个评分标准是一样的啊 只不过他加了这样的一个根号,对吧 叫rmc,我们叫什么,均方误差吧 这是他自己考量的啊 那么这个地方,对吧 这个地方开,开根号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就是每个样本的误差是多少啊 我们如果不开根号是不是每个样本的误差的频繁是多少 能理解吧,所以他开了一个根号更加直观一些吧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要做事情就是什么呢 分析一下这里面的数据啊,分析数据 然后呢,看一下他这里面有一些什么问题,对吧 他这里面有什么空值啊等等等等 这是要看的,他提供你的数据是有什么问题 那这是他数据的这个每一个表 表或者说每一表里面的内容呢 这样的一个介绍,对吧 那然后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的目的是,就是这个什么背景啊 赛定背景啊什么什么东西对吧 给你介绍一大堆,你可以看一下简单看一下 他希望你呢去根据什么用户的一些进品信息 在移动端的行为数据 这都是他采集的这些特征啊 还有什么购物记录历史接待的一些信息来建立预测模型 这是你要预测的对吧 然后对未来一个月内的借款额度进行预测 本赛局包含了什么什么的数据 对吧那你要去做的就是预测 那现在你就可以拿到我们讲的这种算法 对吧去进行预测啊 那当然他这个比赛已经结束了 都已经结束了 你看一下他的得分啊 当然这个得分跟那这个最后的结果没什么关系 那这个数据呢 当然现在已经下载不了 我给他已经下载下来了 对吧给你们提供 等下到时候呢把它发下去 今天那这个地方呢 什么提到结果啊 这个这个都不用看了 这是他的这个比赛的时候要求一些什么 对吧 好那你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这样一个数据对吧 这个数据呢我已经放到这个桌面上了 这个贷款数据呢 你要用到的啊 就是这个里面的这几张表 这几张表 那你就啊哎 你要用的是这几张表 那这几张表里面每一个表对应的在这里都有解释了 我就不去说了啊 你自己去看 就像你给你一个任务 你去做这样预测 然后呢 分析这个每张表的结构 他的这个表的什么字段啊 关联啊 确实值啊等等等等 自己去分析 我就不带你去分析了 然后呢 这种对吧 看一下你每个人去预测的时候 看一下哪个人做的最好 对吧 其实啊这里面最大的这个区别啊 肯定是在这个处理数据方面怎么去做的 对吧 还有你这个算法 对吧你这个参数 对吧 其实只有一个参数去调就行了 对吧 好 那这是交给大家的任务啊 客户呢我把这个数据发给大家